關心颱風動態 強臺 參數對臺灣威脅的機率大增 氣象局表示 參數有可能會提前 北轉 不排除直接登陸 臺灣 氣象局也在今天早上 五點半發布海上颱風警報 如果行進的方向不變 有可能在今天傍晚發布陸上警報 強烈颱風參數 目前以每小時二十一轉十六 公里的速度向西北西前進 暴風圈朝巴士海峽接近 對巴士海峽構成威脅 氣象局在今天早上五點三十分 發布海上颱風警報 最快在傍晚發布陸上颱風警報 太平洋高壓預估在星期五到星期六 會減弱冬退 參數就會來到高壓的邊緣 逐漸北轉 預估星期六到達巴士海峽 星期天開始影響我們 星期六日兩天 是距離我們最接近的時候 參數颱風進中心最大速度 是每秒五十三公尺相當於十六疾風 暴風圈半徑一百八十公里 不排除繼續增大增強 可能為台灣帶來強風豪雨 你可以形容它算是一個小鋼炮一樣 非常的小 可是它的風速已經強烈颱風 它還會增大 半徑有機會到達一百八十公里 中心非常靠近台灣的東半部 但是它的暴風圈還是籠罩了台灣 那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對東部影響就會比較大 往西偏一點點 直接從南端這樣撞進來 其實西半部也會受到一些影響的 所以這個颱風絕對不能等前四肢 計上局表示十號天氣仍然晴朗穩定 不過入夜之後 花東地區恆春半島就會開始下雨 受到颱風以及外圍環流影響 巴士海峽以及台灣東南部海面風浪 將逐漸增大 基隆北海岸東半部中南部恆春半島 以及澎湖金門沿海地區有長浪發生 記者綜合報導